请问数字要怎么检查 数字 例如说销售额 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资料检查 如何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也可以去做排序 你可以知道说 最小是多少 这一笔的订单是13元 最多的是35621元 这个是一个订单的金钱的分布 例如说0到50块有多少次数 51到100有多少次 这个就是分布图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这个数量 不过我现在要特别跟你们分享一下 例如说我是以50块为一个区间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3万到3万5 那个区间会空了多长 这就代表说 这个资料跟这个资料 其实在分布上面 一个在我刚刚介绍的这个位置 我刚刚介绍一个可能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可能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常态分布 这两者之间它距离是很遥远的 所以这点我是想要告诉你们 那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我到底有什么帮助 原来我的资料有一些离情值 离情值在统计上面来说 它是不参与所计算的 我只是要告诉你数字上这个意义 好那我们现在再去看另外一件事 请问一下这是超市的订单 所以我们来去看数量的资料清理 所以在这个地方数量一最多最多 会有多少十四合理 例如说你想象一下 你去超市买东西 了不起买了三项五项 这是比较多的 有可能只有买一罐饮料就走了 但是买十项以上的这种采购法 可能是要去什么大润发 加乐福之类 才有可能买到很多品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资料检查 了解这个资料的特性 其实我就在讲描述性统计 有些的订单它是可以打折扣的 有打折扣 它利润它可能就会变成负的利润 数值我刚刚说排序第二 请问销售额最小的值13.44 请问销售额会不会有零以下的值 就是你在做数值判断的时候 你必须要检查的 销售额不会有零以下的值 可是利润会有数量 数量有没有零这个值 数量不会有零 销售可能会有零 赠品赠送出去 所以它的额是零 有可能 可是数量不会有零 这个是数字检查的时候 你要再多判断的 利润可以有负数 折扣 折扣只有零到一 会不会有二 会不会有百分之两百的折扣 不会 好 这都是数字的基本的检查 请你们动手来去检查一下 透过排序快速的EMD案件 到最下面来去查找 看资料正不正确 好 以上是数字的资料检查